国法会推估到了明年 台湾就即将要迈入超高龄社会 也就是65岁以上人口将超过两成 到2060年更将达到四成 那么面对人口老化 长照经费要怎么来 怎么提供引法国民适切的照护 已经成为国安等级的问题了 那么面对这样的大问题 会在新竹宝山的小客庄决定先自立救济 他们以轻盈合作的方式 发展地方产业 挹注社福 这不但是让在地长辈的福利 比政府提供的长照还要好 更实现了在地长辈 在地安老的理想 他们是怎么做的 而他们的模式能够复制 并且成为高龄社会的照护解方吗 清脆瓦斯桶声响 围荡在山丘 宛如红中的鱼韵 揭开新城社区的午餐序区 妈 吃饭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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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些长辈自己打饭 有些要看护帮忙 飞快的 饭锅旁围满的人 不只是这个村子 就是附近的村子都一起就对了 全乡的村子 天神寺是这样 礼拜一晚 礼拜煮后 我就住着跟老公家出唐灶 礼拜就礼拜天没有啦 用餐地虽在小小的新城社区 但长辈来自整个新竹献保山巷 有些人住得远还有专车接送 这一餐用心的坚固营养 我们一天的菜 午餐一汤 还有水果 还有点心 有独老的话 说不定它只有泡面 吃有一些馒头 面包那些 最起码到我们这里有一餐 很丰富的餐 新竹县府对每周公餐五天的 饮法据点 每月补助三万六千元 以每份餐八十元机 能供四百五十人次 而这里一天就有近百位长辈 四百五十人次只够撑一周 那其他三周该怎么办 长辈在这里用餐 一到五都在这里用 已经好几年了 上面的产业 还会多二十%在这里 提供给我们长辈 那长辈需要交一点点钱吗 是 增长的话是要 可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实施 社区长辈 外地长辈 通通来供餐 明明人越多 酒亏越多 这未处社区上方的产业 到底是什么 有为何要这么做 来要剁的时候了 大概是鸡骨头的力道 我们都开完秀说打小孩的力道 好 那么长 对 它就有够长的 一根长长弯弯的百甘蔗出现 林淑淳正在教游客怎么采收 这是新城社区的制堂体验活动 一切从采甘蔗开始 好吧 我们两个一起玩 你这样子把它叶子削掉一下 从这里这样子 这样 削掉 快要了 快要了 大朋友小朋友拿着粘利品 接着还要洗甘蔗 榨汁 熬汤等等 体验古早制堂 新城社区正是靠着甘蔗产业营收 依助社福 以在地自发的力量 造福在地长辈 他们是怎么做的 新城堡山从日治时期 就设有糖厂 居民种植制堂赖以为生 直到1980年代 不敌时代巨轮走向了落志 随着科学园区 落脚新竹 强大磁力吸走青年 留下的新城 跟其他乡村一样成了老人村 多数时间显得平和 却极了 1998年 李树秀妹担任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后 迎来改变契机 那时候我们的县政府有一个案子 就叫我们常常去上课 他就讲说一个社区 没有产业 没办法生活下去的 我们宝山项的产业是做糖嘛 我们就开始在做糖 他和几位长辈开始复兴制堂 让中段二三十年的甘蔗 重新回到新城 但是做出来的黑糖能干嘛呢 他们想到了黑糖馒头 起初只是坐着自己吃 打发时间 直到一位贵妇的一句话 成了他们贵人 刚刚后面的贵妇 就刚好从我们这边过了 我们大家要吃馒头 总不好意思说不要给他吃 我们说给你吃 你拿一个出去 他就讲 你的馒头超好吃 比新竹市卖得更好吃 我说真的吗 他说真的真的 你可以卖 你可以卖 后来礼副秀妹他们 就将卖馒头的钱拿出来 集结长辈们在他家共餐 这是新城社区社福的起点 是邻里温情 也是引发护主 政府还没有推长照的时候 我们社区已经在做 这个长辈的一个光华工作 但是那个是由老老照顾 就是退休的一群长辈 去照顾更高龄的长辈 我妈妈来带他们 就在推动这一步 之后李荣峰和太太王宁凤 接手社区发展 他们想将照顾圈做的更大更多 但这样一来就需要更多的裁员 一群长辈起嘴巴舌 要示范古早榨枝法给李荣峰看 他们种这质糖一生累积的丰富经验 是社区再生的基石 李荣峰从长辈身上汲取知识后 改良机械从植锅煮糖 变成以蒸汽蒸发这支水分 大幅缩短了质糖时程 不过效率提高糖多了 又该怎么用呢 这个要这样子 你要用这个压下去 用这边压 用这边压 然后用这边这样做 将黑糖粉包入馒头皮中 黑糖爆浆馒头 使他们想出既大量用糖 又提高产品价值的方式 那我朋友说 有了这个糖 我们是不是要用来包点馅 就把那个糖粉包进去 有技术 有商品 还要能销得出去 才有盈予回到长辈照顾 首先王林峰的专才正是行销 我就在他这个黑糖包 包浆馒头的基础上 去拓展他的多云化的一些商业模式 对 那刚好跟我的教育背景是有关的 因为我大学学的是 市场行销跟那个贸易的 所以对于这些的商业的系统的架构 我比较有概念 他架设官方网站 开拓网络平台 也跟宅配业者签约 让包浆馒头生意蒸蒸日上 这才有了稳定的社富裁员 不过当初他为爱从中国海南 嫁来台湾时 使橡胶千金卖入农村 客装语言 生活习惯都无法适应 最后是对长辈的不舍 韩先生的招呼直至打动了他 其实我刚来我是不是很愿意做这件事 我也想放弃说我要去读四上班就好了 后来我先生一直跟我 就是灵性上的沟通 然后一直在讨论说 我们未来的一些定位 对所以我就发现到说 其实他的很宏观 他非常有远近 就我一直被他感动了 夫妻两志像一志 为了让这条路能更长久 在社区发展协会之外 他们创立了农企业 对社区发展协会四年会有一阵的任期的问题 慢慢才想说 这个我们是不是用公司化去做一个推动 让这个事情让它变成一个比较长久的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社福的话有每个礼拜的 礼拜三中一看诊 西医台大来看诊 然后再来每天有接送长辈进来这边 做共餐 还有乐龄的课程 延远老化的课程 然后再来地式的话 我们还有送餐 东西发展观光导览 体验活动 也开发商品行销 固定将所得两成 回馈社区长辈与弱势 因不放口袋拿来助人 这不计较 共好 是自安山林滋养处的豁达 买猪牛也要钱 买蛋也要钱 为什么不收钱 到现在也没收钱 对啊 为什么不收钱 我也不知道 现在那么大的规模 他也还没有收钱 那你问我媳妇吧 他们每个月社福支出高达四五十万 光靠农企业盈余根本不够 还得忙着写计划向政府申请经费 一些伙伴他们就觉得 这个根本不符合商业的操作 可是我们跟我们伙伴讲说 当你要踏出这件事情的时候 有些是不能用商业去考量 像独居老的部分 他就是需要这一餐 明明就知道他会赔钱你也要做 你不然没人去送到他们那边 他手上去 对于用风来说 这些邻里熟波甚甚 就是共居山城的家人 当长辈确认照顾 就该有人自动补位 这个世代的人可能会为了工商 时间可能没办法允许说 他们来协助怎么照顾长辈 社区这个时候就发挥很大的一个 功能 我到我的社区 社区就是像我的家一样 小猪 他们会进来的 发挥 还换的 都 都 我换的 像我们的 伸手俐落 老当益壮 自从种回了甘蔗 长辈们也多了舞台 不论去做农物 带团导览 都有他们活跃的身影 以前的工作 都不够了 差点来 露营家就下去了 轻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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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兴的黑糖是甜的 带观光客进村 垂动商品销售之余 也创造就业机会 林书存就是入乡的青年之余 而聚落的蓬勃复苏 又吸引更多年轻人停住 有一对返乡的夫妻 他们本身 他们来我们这边开餐厅 然后有社区跟他合作 或是有一个艺术家 艺术工作者 那他是要推神灵教育的 那跟木工 那他就是跟我们这边场地做合作 来办夏令营或东令营 那为什么会看到甘蔗花 代表什么 欣赏社区的这条创生 乐林社福之路 看似圆满 却还是个斗点 这个我们这边的 现在目前看到的这个是多功能的广场 然后未来我们的 在第二阶层的时候 我们是会有一个 大概四层楼的高的一个日照中心 为了进一步让长辈在地老化 李荣峰夫妻俩还赴日本参访 学习当地长造做法 一路从东京看到福岗 终于看到未来 在福岗县有一个模组非常完整 他从比如说健康驻长到肢脏 到护理治疗到餐厅到幼儿园 全部在这个农场里面 我那时候跟我行程看完以后 我们都很兴奋 因为我们想说把这个模组递回来台湾 我觉得我们这边可以提供农场市的一个照顾 是连续型照顾 因为当你半雅健康的时候 其实你还是可以动 到你需要被服务的那一刻 这个可能就会再到另一个环境 可是这个环境是在这个旁边而已 在他们的蓝图中 健康亚健康的长辈持续共餐交友的丰富生活 万一失能时 白天也可以在旁边的日照中心接受照顾 目前日照中心也开始动工 但还有着八千万的建筑经费缺口 这困难阻碍不了他们勇敢追猛 在日照中心之后 他们还要改护理之家 为长辈中老做准备 所以说未来的护理之家 我们想要在旁边也顺便一带把它弄起来 把在地的长辈留下来 因为毕竟为什么 他们在这边的土地上 他们有熟悉的人 熟悉的土地 熟悉的生活模式 在一个新竹小客庄 与长辈的纪念为地基 二代的创新经营当梁柱 在高龄社会下 合作打造出一间彼此守护 公好的庇护所